坏焦点来看到因为债权纠纷 女子当街暴走还跟警方拉扯 屏洞室日前有民众拍到 路边一名女子跟袁警爆发了口角 而且互相拉扯 最后还被强压上了警车 原来是因为债权纠纷 这名女子用汽车抵押当铺借款 结果还款出现了问题 被债权人追讨汽车引发了纠纷 女子当场情绪失控 袁警到场之后她还是非常的激动 最后被压制强制救援 大马路旁一名女子情绪激动 和袁警爆发口角挡劫拉扯 一度站不稳最后被强制压上了警车 这一幕也被路过民众排了下来 而时间再往前推 难道你当初贷款买车的时候 当铺那一方都没有跟你讲状况吗 平民而已啊 原来女子会这么失控 全是因为债权纠纷 上面的文字你都没有在看了吗 大概讲一下而已 啊你有看吗 没有人仔细看吗 所以那都是你的权利 你签了就代表你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了 火爆场面发生在14号晚上 屏洞林森新一路口 这名女子用汽车抵押当铺借款 因为还款问题被债权人追讨汽车 双方在街头爆发冲突 随后警方到场 女子情绪还是非常激动 最后被警方强制压住 双方为了汽车是否要扣押引发纠纷 女子因此过于情绪激动而导致失控 警方为避免女子有自伤情形 而通报卫生单位 并与消防单位一起将其强制就医 因为债权问题 女子当节大闹 下场就是被强制就医 不过这一闹似乎还真的有效 因为当铺已经先把车辆归还给女子 而警方也接入调查 双方之间的债务纠纷 避免同样的场景再度上演 西游苏世伟 评论报导